哈喽啊 好像很久没有修显卡了呀 今天咱们挑一张影池的4070来秒杀一下 说是什么问题呢 进了点水 然后修过 当时炫完之后还有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功耗跑不满 只能跑到120多瓦 还有就是玩吃鸡会黑瓶 是个进水鸡儿 意思是能开鸡咯 不知道情况乐不乐观 看外观的话这个卡还是蛮新的 OK 我们先给它上机来看看 可以点亮 显示没什么问题 那直接进系统来看看吧 进了系统也可以打上驱动不花瓶什么的 先跑个分看看 烤机启动 OK 一秒钟不到 直接黑瓶 风扇也不撞 看样子好像和纸条上面写的故障不一样嘛 一烤机直接死机了 我还没看到它的功耗呢 压根就不给我跑分的机会 重启依旧是可以正常点亮 进水卡就是这样 故障变来变去 搞得不好就砸手里了 依旧再来跑个分看看 你看 还是跑停电圈 还是一样 一秒钟都没坚持到 这要怎么玩嘛 算了 先给它拆开来看看吧 还没开始修呢 故障就变了 我去 这板子这么小 现在显卡是越做越大 板子是越做越小 主板正反面我都检查了一下 已经看不到有什么腐蚀痕迹了 商家都已经清理得刚刚进进了 这里还 哦 这个芯片是修过的 修过五伏 这一块依稀可以看到 有些电阻上面有点发毛 而且这一块还挖了孔 过孔 应该是跑过线路 商家也是个高手啊 能跑线的那都不是一般人啊 因为这种新款的图子 现在还没有大范围的流传 所以呢 像这种电路什么的 就不好查线路 只能靠跑线了 但是像这个进水 你看有些电阻一抠就掉了 这个电阻指定是有点问题的 看来处理腐蚀也没有处理干净 先把五伏这一片给通通加焊一遍吧 因为这一块我看一些电阻已经是发霉了 判断这种进水的电阻有没有损坏 特别能搞事 不过还好 这个电阻拆下来之后焊盘都是好的 我大致测了一下阻值 我发现这个五伏的阻值很低 只有60多 这明显不正常 同时呢 五伏上面有一个转3.3伏的小芯片 这个小东西很容易坏啊 很小的一个U31 这个小玩意儿 还没一个电容大 这是一个五伏转3.3伏的吻压器 故障率比较高 测它的3.3伏输出呢 组值也是61 那说明这个广子很大可能是击窗了 3.3伏和5伏已经通了 通了的话也能开机 但是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刚刚看到的那种现象 就是它电压输出不稳定 一跑分马上黑屏 拆掉之后呢 五伏 五伏的阻值还是短路 3.3伏的阻值倒是恢复正常了 看来这五伏还是有其他地方短路啊 看肯定看不出来了 烧个鸡咯 电流不是很高啊 看一下是哪里发热呢 是在核心供电莫视馆这边有两个发热点 因为它原来上面贴了导乐垫 我没看清楚 现在我发现了 卧槽 这个莫视馆直接 烧了呀 这 我说的吗 这 这已经是50%的炸弹卡了呀 还好刚刚只跑了两遍 这要多跑几遍 没准在我这就能烧起来 这我是有阴影的呀 某品牌的 我就不说品牌没了 战斧以及火神系列 前脚刚修好 后脚正口机呢就炸莫视馆 刚刚烧鸡呢是有两个短路啊 给它准备两个莫视馆给它换掉吧 这个馆子画的比较多 反正从20系列开始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用这款型号的莫视馆了 先把这两个管子拆下来看看 两个管子其中有一个底下已经烧糊了 烧了个洞 焊盘都没有料 好 现在5V的阻值就恢复到300多了 已经不短路了 好 那我们把那两个莫视馆补上去 再来测一下 5V正常产生 隐持的卡一般都预留了测试点 可以在点位上面测到 各个供电已经全部集权了 哦对了 之前还有个5V转3.3V的小芯片呢 测一下这个3.3V OK 也是标准的 那么看来呢 供电已经全部集权了 检查一下核心供电 有没有缺项 它之前啊 一烤机就有黑屏 我估计就是因为核心供电缺项导致 它毕竟有两个莫视馆不工作了嘛 现在呢 每一项波形都有了 OK 我们进系统来看看 成功秒杀 卧槽 这 合不好吧 什么情况 这烧焦的莫视馆我都补上去了 平常如果是这种烧焊盘的莫视馆 我都不补的 因为它有再烧的可能性啊 那这次我都补上了 而且也没有异常发热的管子 咦 怎么害黑屏呢 看来是块难啃的骨头啊 又把目光放到了这一块电路 这个芯片周围的电路 这是它的功耗检测芯片 之前这个卡组不是提过吗 功耗跑不满 估计是这个电路不正常 应该问题就出在这些电阻上面 可能上加补的时候有些电阻没焊对 后面我也检查了一下 确实有几个电阻不仅组织没搞对 连方向都装错了 因为这个板子没有图纸 只能参考一下其他的图纸 挨个补电阻 功耗检测电路修好之后呢 它烤机就不再闪退了 能跑了 这一段没录啊 这一段没什么看头的 因为就拿两个万元表 背面正面出来出去的查电路 看一下现在的功耗 已经可以跑到百分之百了 二百多瓦 4070应该就跑这个跑分吧 功耗已经可以跑嘛 接下来看一下它说的第二个问题 吃鸡黑屏 跑分没啥问题 先跑个甜点圈 看一下稳定性如何 这边跑了有一个多小时了 温度呢也正常 功耗呢也是一直跑满的 没有在降频了 也测了吃鸡啊 看了一晚上 没毛病 没有在黑屏了 哎呀 搞了半天还是那几个店主的事啊 当然它烧莫数管和五福短路 也很重要